56.聯合組部 新加坡 潮州文化美食節本星期五上菜 2015年7月27日新加坡綠義安公司重本星期五31日起 一連三天在最花林俱樂部舉辦潮州文化美食節 招待全國五十多個潮屬團體 熱力慶祝國家獨立五十週年及公司成立一百七十週年 由義安文化中心主辦、潮州總會及最花林俱樂部協辦的潮州文化美食節 將及持有主辦單位引發顧本、餐圈 的嘉賓與鄉親 免費品嘗潮汕和本地潮菜師傅烹調的美食 有老和飯、蠔煎、橄欖菜飯、豬腳凍 以及本地較小見的蠍羊竹筍炒果條、馬鈴薯果和菜苦花生果 如常見的潮州小吃,包括薑薯湯、鴨武林、高燒番薯糊、炒果條、 炒麵條、蝦棗、飯果、韭菜果、薯鶴果、水晶總球和潮汕果各 則,總共二十多種,獲得分配餐勸者,可用不同面額的代價票 現場選購小吃與點心,邊吃邊觀賞潮劇、潮曲和潮州雜族展 由於停車位有限以及到時可能出現人潮 主辦當局希望出席者,盡可能乘坐的士、巴士或地鐵都會長 輪近慶利路在花林區樂部的地鐵站是紐頓站 經過紐頓路的巴士5、54、124、143、162、162M及167號